你好,欢迎收看1月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旅慧 随着农历新年将近,依防疫规定返乡及境外旅客必须先入住防疫旅馆来清醒隔离 台东县政府看准了检疫期间的餐食需求和台北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合作 把一万多份鲜冻凤梨释迦便利包直送台北防疫旅馆 增加防疫餐点的营养也藉此行销推广台东的农产品 来看看台东县政府把凤梨释迦变小变好吃了 一人份的鲜冻即时包装,开封一桥 里头装的就是切片一口吃的大小 方便食用补充营养 而现在返乡入境的旅客有口服了 这份甜蜜的滋味在防疫旅馆内将随餐附上提供享用 研发了一个非鲜果是冷冻释迦,冷冻切片释迦 用水果来先慰绕所有回家的台湾乡亲之外 第二,当然他们吃的好吃 我们就希望他能够直接跟农民 或者跟我们农会跟台东县政府购买 能够协助我们凤梨释迦今年的内销市场 台东凤梨释迦正值产季 但外销中国大陆遭封杀 台东县政府积极拓展内销 也获得各界支持团购 而随着明年农历春节返向人潮大增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启动检疫专案 境外旅客必须先入住防疫旅馆进行隔离 以台北市来说就有163间防疫旅馆 11,450间房 台东县政府看准隔离餐食需求 与台北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合作 2号率先将16,888份鲜冻凤梨释迦 直送入住防疫旅馆 它只要放在室温一下下期 它就会回温 然后就会跟鲜果的口感是一样的 先动凤梨释迦便利包以及速冷冻 所助国品营养与酸甜滋味 开封即时应用多样 陪伴返乡旅客入住防疫旅馆 丰富隔离餐点营养 也盼为农民带来更多订单 继续下集会台东综合报道